历史上 岳飞的满江红到底怎么流传下来的 满江红是岳飞所作吗 这个春节看完张艺谋的电影 满江红后我脑海中最大的疑问就是这样的问题 尽管电影开篇字幕就著名虚构 但电影散场时还是会听到小学生在讨论 这是真的吗 张艺谋的电影其实讲的是其中一个流传版本 满江红的传说有多个版本 岳飞当年风波艇被诬陷至死 在临行前写下了大义脸蓝 气壮山河的满江红 气急败坏的秦桧极起爪牙 当时就把满江红刺得很碎 然后立即将岳飞父子斩首 原本满江红也许就该这样消失了 有关满江红流传至今较广的一个版本是这样的 岳飞当年风波艇被害 行刑结束无人之后 一个姓方的和尚把满江红的碎片收集起来带走了 过了多年到宋孝宗时 岳飞一案平反昭雪 方和尚这才把保存下来的满江红献出来 从此这首词变成了老幼承宋 筷子人口的传世之作 不仅这篇词流传下来的颇具传奇 就连当时岳飞的遗体的留存也甚至艰辛 宋高宗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一四二年一月二十七日 初期 恰逢过年 刽子守在临安大理寺内杀害岳飞后 赶着回去过年 遗忘了将军的遗体 就在此时 那位原本注定将淹没于历史封尘之中的无名小卒 大理寺内的狱卉顺 挺身而出 他以处理罪犯尸体为由 悄悄将岳飞的尸体偷运出城 并埋葬于临安城外的九区从此旁 此后 奎顺终身未在提起此事 一直到临死前 他才告诉儿子此事 并嘱咐说 岳飞的遗体 由岳飞生前佩戴的余佩为证 另外奎顺还在埋葬将军的地方 栽中了两棵局数为止 整整二十年后 宋孝宗正式即位 执政第二个月 他就下赵薇岳飞平反 追附其原官 涉还岳飞被流放的家属 但当初被害后 尸骨究竟去了哪里 宋庭礼部公开悬赏寻找岳飞一股 也就是这时候 狱卒奎顺的儿子才现身 公开说出了父亲临终前主妇的秘密 于是 宋孝宗下令将岳飞的一股 迁葬到杭州西子湖畔的七侠岭 这就是如今备受敬仰的宋岳厄王母 如果没有方和尚的收集 如果没有狱卒奎顺身而出 后始人或许将永远无从知晓 满江红 更无从寻找到将军岳飞的一股 一部南宋史 最终以将军与狱卒 忠臣与权间的交织 化为无声的悲态 不论电影如何演绎和叙述 在观影过后让你流泪 让你感动的 其实是岳飞这首满江红 满江红就是岳飞 岳飞就是满江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